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兩位無線的藝員 一個是前藝員,一個是偶爾還嚇吊吊 講講他們回了大陸的生活 一個是魏俊傑,是小生 現在是肥生,變了很大舊 我早前在泰國才見到他和女兒逛街 現在說他有第二春 另一個是高均賢 變了骨精強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先講誰呢 骨精強好像有點juicy的味道 回到大陸 嘩,不是吧 玩砸骨,他自認是骨精 每個月花三千元就砸骨 這麼過癮? 哎呀,難道真的今晚出去滾 今晚過深珍 今晚上去一一想一下都過癮 會不會是這樣呢? 回到大陸呢? 接著就是 很多北方街來 先生過來,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好過癮啊 我們香氣點啊 會不會是這樣呢? 正還是邪啊 會不會是人正骨邪啊 還是骨正人邪啊 他說自己是骨精強啊 每個月花三千元 公開內地每月花三萬元 有些人說,嘩,花這麼多錢 三萬元人民幣有多少錢啊? 每個月花三萬元 每個月花三萬元人民幣有多少錢啊? 對了 但是,這些可能 有些人覺得很多啦 但我就覺得正常啦 正常啦 看看他做什麼 現在 真的出去滾? 不是吧 他說得出來的 他們的帥哥形象 應該都是說 咚症而已 其實你咚骨呢 你每個月拿三千元出來咚骨呢 你咚不好的 我自己都很喜歡 去泰國,我是天咚夜咚的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 咚骨是解決不了你的問題 我在泰國咚骨 我每天咚的 我當有個女人服侍我 我腳底按摩 我跟阿希希一起去的 正經的 即是叫舒服 但是咚完之後 轉頭又累了 因為你幾樣東西 你排不到 毒出來就排不到 另外呢 我之前在深圳 因為我讀了骨商科之後 我在深圳咚骨 接著 那個男人幫我咚 我跟他說 骨不是這樣咚的 我教他 我說這條隻蟲啊 隻椎啊 旁邊有些小骨 你這樣咚下去咚斷了 你又經常都痛 你咚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舒服 但是你不咚 你就覺得冤 你就變了 長期要光顧他 但是你的問題就是成了型 你找阿希希整骨就不同 白骨也不同 他跟你疏通經絡 讓你舒服 那些人放正點 這些就是治療 和貪過癮的關係 真的很不同 沒有 沒有 這些 高均賢現在 就拍片說 香港人在大陸每個月花多少錢 他說 每個月都花巨額去按摩 一個星期都去四五次 是不是 我也是差不多在泰國 一個星期四五次 他說屈指一算 還在打骨的錢 分分鐘更高 比他父母的家用 你說三千元 上面 可能 三千元也多 比他父母也這麼沽寒 怎麼搞的 那個兒子 是不是 先看看 他自己 有五泊的花錢 三萬人民幣一個月 按摩、網購、飲食、 汽車、油費 還有其他的 只是打骨 三千元 三千元也是十分之一 三千元 我都 我計算阿熙那份 都是差不多 因為 我們打一次骨 大概是八十至一百二十元左右 在泰國 有時候就捏兩小時 很漂亮 有時候打骨 都不是只捏得舒不舒服 我們有時候捏完出來 好像被肥婆摘死 那樣 到我吐不了氣 看到肥婆我們就 不行不行 要轉要轉 有些不會打的 有些會打 但有種被人服侍的感覺 好像皇帝 那樣 高君賢說 做事忙 一個星期打四五次 有時候拍戲累 中間有少少時間休息 就是捏腳 放鬆肌肉 是 正的 是正的 飲食花八千元一個月 合理 香港也不止 不過大陸如果吃八千元也挺多 吃很厲害 他們這些都是 說一架車每個月 就是四千元左右 網購五千 其餘一萬 健身保險 人情 汽車保養 送禮 和孝敬父母 老爸媽當然不用你養 這麼少錢 便可以孝敬父母 一萬元還做了這麼多 唉 真是我媽媽幸福 哈哈哈哈 你很有錢 高君賢 前面 說屋子有千四尺 我猜他老爸老媽都會有錢 要不然怎樣供兒子 讀書 彈講琴 那些 應該都是中產家庭 不然是沒理由 那麼少錢 供養父母 唉 他其實都幾捨得買東西 好喜歡買衣服 收衣服 衣服 鞋子 塞爆三間房 只是花三萬元一個月 哇 但網友說他之前 根本是你說自己香港的房子有1400呎 但有些人拍到你吹嘴不吹嘴 因為插鬚鍵是兩腳的 衝大逃鬼根本不是的 隨便吧 說過高均賢之前和億萬千金 好像疑似有一個感情的瓜葛 想成為別人的男朋友 最後還是做朋友算了 說過高均賢為了陪女朋友 專程和TVB簽佈頭合約 將工作重心稍為男儀 下來香港一點點 她那個有錢女 叫吳月彤 但最後好像沒有一起 說到很好身材 35億的上圍 嘩嘩 厲害了 但是溝不住的 報紙說溝不住 其實不要緊要 你要35億 你回大陸 3000元都有35億 35.20億 可以的 沒問題 說一下魏晉傑 魏晉傑又是 長期未來三年留守在杭州工作 在小紅書上看到有一條長腿女 懷疑她已經有第二春 第二粒春 之前她是帶綠帽 我們看過消息 她誤了騰麗明的終身 有55歲的魏晉傑 在2020年三年前跟張利華的大陸女人離婚 當時都是父女戀 她說本身打算終生不娶 只是跟女兒相依為命 近年獨力照顧十二歲的女兒 魏晉傑又自爆有一個輕生的念頭 不要瘋了 有個女兒在這裡 說完壞事 我見她那天在泰國跟女兒行商場 都搭著肩膊 都是一個慈婦 不要說壞事 女兒待會轉頭 爸爸你也想這些 我又想 你也要理計 想都不准說 說真的不要說 很耐弱 一到絕跡幕前 消失一年半 上個月內地一家公司 分享一段魏晉傑做代言人的廣告 說她肥了很多 看了一些鬍子 其實她樣子不太老 是肥了一點 近日進駐小紅書 她說我在杭州工作 可能兩三年了 一在這裡 香港沒事了 回大陸也好 但是網民留言 就叫她學好一些普通話 就是她說什麼 可能在那時候就是這樣說 小D仔肯租工作 可能 多一上兩三年 那樣 真的說得壞 那些人就讀好一些普通話才說 內地發展 那不是 常知是懶懶懶懶懶 懶懶完之後 然後有東西懶的 真是 紅的 當時顧天樂 那樣懶懶 不是開玩笑的 你講一下廣譜嘛 那些網友的留言 都不用理會 那麽 魏俊傑也回覆 網民的留言 透露自己 在杭州就成為她的事業中心 到全國工作 包括演出直播 她說自己就努力健身 跳繩 斷食 成功減磅 努力 減了25斤 大概27.6磅 多謝你們提醒 她要加油 你的身體就是你自己最重要 保管好的 但是有人說 不知道是否剛剛開小紅書 不懂操作 夾了一條女兒 長腿美女 長腿美女寫 最美好的事 我需要你時 你就在我身邊 想中所見 穿著白色T恤 襯短褲 有一條長腿 又是 很嚴濕 相當吸精 哦 她就關注了別人 會不會是她的女兒 嘩 真的很長 整個 嘩 樣子都幾正 壞鬼 那條腿軟望 整個微辣的蘇琳 真的 樣子好像多謝 有點像多謝 但是胸口就不是很厲害 有少少 有少少少 有少少少 OK的 但是很火辣 嘩 那麼魏長傑 追蹤了這條女兒 人家就問 是不是這條女兒 那她不回應 沒有回應 唉 有什麼所謂 一回到大陸 是不是都說 今晚出去滾 今晚過深圳 哈哈 有什麼所謂 這麼多美女 你怕 就說 綠帽不怕大 最緊要脫得快 就是 大丈夫 何患無妻 他們這些 靚靚仔仔 剛才提到高均賢 我想她是中產家庭 小康之家 自己 有一間屋 正所謂 香港最怕土地問題 家裡都千四尺 追蹤不到一個有錢女兒 轉個頭 因為你是紋身 用不容易追蹤那些女兒 魏俊傑以前很紅 陀昌師姐 大陸都會看她們的重播劇 有些甚至小時候看你做男主角 大過長大之後 竟然成為男朋友 真是搶的 你看看李隆基 魏俊傑 英俊傑比李隆基 當然是英俊傑 但沒那麼有錢 李隆基有錢一點 所以做藝人 這兩個都是 不懂唱歌 都是爭一絕 回到大陸要吸金 唱首歌 就容易一些 回到大陸賺食 我又不相信 說真的 其實 不知道你們知道嗎 說真的 我以前在那些網上 在骨牆的討論區 好笑 有些無線藝員 走上大陸打斜骨 接著被人認得 走去被人 拔去招牌的休閒場所 拍張照 可能我講到這裏 有些網友知道誰 拍張照 然後被人在那些 邪骨討論區 全貼出來 那些很出名 很出名 那時候那些傳媒 又不做他們 不做的 可能沒找到我們 因為我們上網 到處抱 我看到這樣的事情 做藝人 你有名氣 人家自然 想拿你的名氣 你看看誰都來 我們店鋪幫襯 我們的技師 電瓜瓜 他說什麼 然後唱別人 又多久 又笑 又打個折頭 又VIP 帶刀頭來 其實 損耗了自己的名氣 他們 他們這兩個 就沒什麼所謂 但高君賢也有所謂 為什麼呢 他還有得上 他的年紀 他還想拍其他東西 他不是 他骨精那些 我猜他是正骨 剛才我沒有說邪骨 邪不邪我們都不知道 我猜他是正的 但問題就是 你們 有些紅的 有些朝陽大媽 其實他們知道 有些人知道 他不按鍵 就不爆你出來 到你那期紅 捧到那麼高位 就一下子殺了你 或者要有些消息 你這單竹目一點 爆你去哪裏 休閒中心 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 其實有名有姓 都很難出去玩 有些人說 做明星很過癮 你便想 很過癮 做個普通人 有兩個臭錢 就過癮 做明星 做明星 有兩個臭錢 然後 認識了一條女 好像對你很好 就轉頭 那時候真的 真的大陸沒有 有些人信不過 所以 為何 做明星 有時候的感情 這麼淒涼 你普通人 他和你一起 都可以是真愛 但你明星 他本身被你的樣貌 和家底迷惑了 哦 認識你 原來是空心老官 買房子 買房子 都說 嘔嘔聲 不像阿基哥 一來就是七間房子 是吧 那些就有料到 知道露了底牌之後 英俊不能過世 英俊吃過便算 跟你們吃美女一樣 是否這樣說 所以有時候 回大陸做事 都是要謹慎些 如果你說出去玩 那些 真是易容 做明星最厲害 就是一招叫易容術 易容術 易容了 不要被人認得 否則流出這些東西 被人唱 我覺得 魏俊傑和這個 我不敢說 他們這些 高溫然 我覺得應該沒有 因為他始終還在活躍 魏俊傑那些 你說沒有老婆 找回一個人 也沒什麼所謂 如果有個盤 都是他自己的事 有事業 要有感情 可以拋棄彭麗明 找個大陸女人 代表他本身都是獵人 會出去獵食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對他沒什麼 你便祝他財息兼修 不關我們事 今天講到新聞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